你好,政治揭露阿威,大家好 這條片播出是5月17日 我們先進正題以先,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那些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或晚上,看看什麼片段 這次我真的講兩件事 一件事,我講我是第一次去那個 六在區區 那個回收點,那個經歷 我覺得政府真的做的宣傳很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希望垃圾經費 希望正式宣布推遲之餘 政府真的要做多些宣傳 我們願意去做回收 原來是這麼多細緻的東西我們不知道 所以去到拿完又要拿走 因為回收不到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想講一下可伯和何太 我先講這件事 我之前的立場 我比較同情於 可伯的 但我現在是改變了立場 因為香港 這麼多人留意可伯和何太 他們的原因當然是 他們的行為是令香港人很鎮艷 即是說我最初同情他 就覺得 哎呀,那個女兒 賺了他的450萬 我覺得 哎呀,一個老人家被人拿了450萬 我會同情 老人家 沒有了一筆錢 被家人賺了 就為了不希望他拿些錢貼 一個生娶的老婆 OK 但是呢 他投訴女兒 偷他那450萬之後 這是第一件事 他主動去報冬章 報完冬章之後 他當中的語氣 有很多東西都很衰革的了 但我沒有看那個詳細 第一次的片段 之後呢 當然那些網民很自然 因為他一種囂張 和炫耀財富的態度 譬如戴金套 他女兒的 帶很多的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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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那些 什麼 戒指也好 額也好 什麼差也好 總之手飾 那 然後呢 裡面說的東西 太囂張 太懸複了 那很多網民 不斷罵他們之後 他們呢 竟然呢 是連續上了幾天 東張西望 那種高調 那種炫耀財富 甚至 可以獲得 可白的態度 是炫耀他的性能力 那就是說呢 我還有性能力的 我80歲是滿足到一個 43歲的 女人的 其實呢 43歲的女人呢 是有正常性需要的 那 這個阿伯 可不可以餵飽他呢 當然我們很懷疑啦 原來 原來 何太是43歲 同年齡的 都很多美女 那些人說 何太美不美 我不去評論 不過 即是呢 人家43歲 幾豐騷 你說陳志堯那些 或者是劉心柔那些 可雷啦 什麼都好 還有阿嬌 那你 那你 阿可白 你猛的說 喂 40 這位43歲女 年輕你30幾歲的女人 不是喜歡你的錢 是喜歡你的人 那你既然這麼喜歡你的人 你不要 你上鏡 不要戴金佬咯 那你老婆 不要戴那麼多首飾咯 是不是呀 你一邊說你們是真愛 但是一邊來說 你就在這兒炫耀財富 是不是呀 其實呢 在我的角度來說 這個世界有很多買賣的婚姻 那有些女人都是 貪過男的有錢嫁給她的 那跟著就希望分身家而已 那這些買賣婚姻 那你壞點說 跟嫖妓未必太大分別 我真的說到最壞的了 那說真的那句 這些東西呢 對一個按我理解的老人家來說 他們看到的錢呢 好像 老人家那天那麼大 中國人最出名的那句呢 親生兒子不如更生前 其實那些老人家呢 基本上呢 看錢呢 看得很大 他們老人家也很喜歡用錢去收買人 因為呢 他其實 現在呢 聽這個故事 我聽得完整一點來說呢 就是說 他跟女兒一起開了一個戶口 所以呢 他在戶口裡收了450萬 那個女兒見他呢 想拿去給那個 那個 他的繼母的時候呢 那個女兒就馬上抽起來了 但是最初開這個戶口呢 這450萬 那個動機會不會就是想著那筆錢 就是給女兒承繼呢 跟著他有五個子女 會不會一個子女 也有一個這樣的450萬呢 我又不知道的 我不清楚啊 啊 究竟可白有多少個450萬 那我很肯定就是 這450萬沒有了之後呢 他還有一堆錢的 但是當然他不會把肚皮說給你聽 他有多少錢啦 是不是啊 那麼這個女人 四十三歲啊 其實可以說一句啊 就是都 還有一定的競爭力的 走去去貼這個阿伯 跟著 喂 在過程裡面 那個男的 明明很清楚自己是 用錢去收買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也很明顯為了錢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假設 也都相信是一個事實啦 因為這個男的 這位阿伯呢 其實沒有任何的東西 說服到我們 去相信這個女人會 只是喜歡她的人 他不是什麼大科學家啊 不是什麼才子啊 有文才啊 什麼都不是嘛 又不是什麼世界知名藝術家 什麼都不是 我只是看到她一出鏡兩個都充滿了銅臭 然後她在說 哎呀 我們是真愛啊 這樣 香港人給她這樣的炫耀財富的動作 挑釁了之後 大家就這樣搞她 就是這樣大家起去底 起下起下起了 河太的前夫 然後又說什麼什麼 前夫又說沒有虐待前妻 又什麼什麼 又說河太的兒子 在外面不知道找什麼 男人生 搞到一些東西很複雜 然後她 河太的前夫說 叫我河白 跟河白說 你糟糕了 你半年後實後悔莫扣 那就是呢 我這些花生 我不玩那麼多了 就是在我的角度去說呢 你兩夫妻 明明大家都是一個用錢去收買人 另一個呢 就是為了錢去嫁人 那 現在你們說是真愛 那我們全香港人都不相信 但是你們多次出現在東張西望 要說服我們要相信 那這樣東西才是黑人真 明不明啊 就是那個男的還在說 其實我80歲哪一邊都有力啊 他喜歡我有什麼出奇啊 我餵得飽他的 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exactly這樣說啊 他意思就是 他還好得的啊 所以那個女的會 狠 和他一起啊 那樣 真的啦 這件事呢 真的 沒有的 他那樣 他那個女的蠻不蠻得了呢 他那個女的如果那幾兄弟姐妹 各有幾百萬 各有一個四百五十萬 現在你只抽起那個女的四百五十萬 貼這個 這位女士 那那個女的當然會覺得 喂 我不是很吃虧嗎 我不抽起了這四百五十萬 不就只是我成計少了 其他兄弟姐妹就完完好無缺 我就奔了一剝 給你這個你身娶的女人 那樣 那當然啦 這件事也牽涉一件事的 因為這些女士的背景呢 又是大陸女而來的 所以呢 很多黃絲就說 哎呀 大陸女人是迷魂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呢 就認為呢 基本上呢 買賣婚姻的東西呢 我相信也有不少港女呢 嫁有錢佬呢 貪錢呢 都是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沒有這麼懸殊的意思而已 我聽過一個港姐 不知道那些貴君呢 都嫁過五十歲的男生 大二十幾年 搞幾年就離婚 那樣 都有 就是貪錢去嫁一些大自己很多的人呢 這些事情呢 不出奇的 歷史上呢 經常發生的 不只是大陸女人都這麼做 港女都有人做過的 按我所講 我又不想地域上去批評呢 啊 何太這個大陸人身份啦 不過呢 我就覺得 就是他兩個這樣炎耀財富 那個死話是真愛呢 好辣討厭咯 唉 這個我講清楚我的立場 這個是這麼多先啊 那我是說呢 就是我第一次去陸在區區那裡啦 那我昨天呢 就終於呢 就頂不順 因為呢 我就 我的屋苑呢 就沒有一些 回收設施呢 去回收一些玻璃瓶啊 節省膽 那樣 那我見呢 就 政府呢 就間不中呢 就找一些的 總之 他就過來我屋苑去收一收 但一個月一得一日 那我幾次都miss了 那我有一袋 回收的物體呢 擺了幾個月啦 但我已經忍無可忍啦 那我就 終於呢 就走去那個陸在區區的其中一個區道 那個店鋪裡去回收啦 那這樣 那走了十幾條街啊 真的十幾分鐘 那我覺得都有點生氣的了 因為呢 我覺得政府呢 仍然呢 在那些回收設施裡面呢 你逼我們香港人呢 做垃圾回收 但是你的回收點呢 始終都是 實在太少呢 是很不方便 啊 這件事情 那但是呢 我去到那個店鋪裡呢 那回收站那裡呢 第一 我見到就是一張這樣的海報 那就是很明顯呢 這張海報呢 就是一個黃錦星時代弄的 你弄張繼聰出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看張繼聰 樣子又壞 人又壞 他直接是一個港獨分子 黃到仆街 他兩夫妻都黃是人都知道的啦 為什麼香港政府譬如說金管局啦 或者很多政府部門 都喜歡用黃人去推廣呢 這個呢 我覺得很有問題的 但是什麼都好啦 我第一次真真正正走進去回收站 回收這些 那個人就 從小小鄙視的角度來說 你這麼少東西呢 喂大哥啊 我屋苑 可以回收到一些紙張 回收到一些膠樽 那我怎麼會特意為了賺你的分 那我怎麼會特意為了賺你的分 捧著這麼多東西 走十幾二十條街去你的店舖 那但是呢 有些紙包飲品呢 他跟我說 你第一次 去 去 去 交呢 我肯收 但是你的飲品呢 擠了一些液體 就是那些飲 有少少飲剩的 維他奶啊 什麼什麼的 朱古力奶啊 飛了少少出來 這樣 他說下次不好了 他就叫我呢 那些紙包飲品呢 你喝完之後呢 你要剪開它 跟著用水沖 沖乾淨才好拿來 這樣 這件事情呢 當然啦 我會覺得呢 為了環保呢 做多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就是原來這些事情是你需要你教育咯 我是沒有 就是我不知道的嘛 那你說哎呀 你是有些不開心的 那我職員說 就是他那裡都三四個職員 原來開一間這樣的店舖 很高成本的 要養三四個人 但是沒辦法啊 各個走去回收 就是很多都脫皮脫骨的嘛 是不是啊 就是我原來呢 就要Scan那個二維碼 跟著呢 彈到連結 就是下載那個 錄載區區的app 跟著才可以 你登記了 你的電話號碼 才可以開始 做那個回收 這樣 他就卡 送你的二維碼 這樣 就這樣 這樣 但是呢 他又會說 你如果拿些電芯來 你可以充電 他的心裡才肯收 一次用完那些電芯呢 就是那個電芯 不能再充電了 一次用完那些 不要再拿來 這些也是 你不告訴我 我不知道的 我以為你肯收電芯 那我就說 什麼電芯都收給你 咯 原來呢 就是充電芯 充電的 可能一個舊的尿袋 他就收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普通的電芯一次過 那些的就不收 這樣 這些就是 你不去 做過一次 垃圾 做過一個 去過陸在什麼區區 去做回收 有很多這些細節 不知道 然後省點膽 你就不要撞爛他 原來我拿過來的時候 原來當中的省點膽 有一個已經撞崩了 他說不收 那我也覺得是的 撞爛了 可能也有點危險 那樣 所以他不收 那樣 所以這些就說 我自己 真的說了這麼久 我第一次走進去 這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政府在教育方面 做得很不足夠的